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党就说那一天我们要换政府 后来换不成 5月5号说我们美教堂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为什么呢 我们开始广东化的粤语的崇拜 是不是 里程碑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们的主席在这里 这个粤语崇拜的主席李祖国 这一次的施工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神最近在马来西亚 祂的那个 我相信是神的呼召吧 把这个门开了 许多驴马华侨 刚才你看到那个报告 什么叫驴马 就是来马来西亚旅居的这些海外的华侨 我们看到蛮多的中国的朋友们在当中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看到上帝的工作在当中 那福音的门也就这样子开了 那不单是来自我们中国的这个朋友啊 还有香港的 台湾的 那特别是香港的这个群组啊 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啊 美教堂就回应上帝的这个工作 福音的工作 开始在5月5号 约与崇拜 那有人问 你们期待多少人参加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啊 那我们的主席就说 保守预算20个 棒 很有信心 我倒没有20个啊 我倒是应该是啊 能够能够有有15个左右已经很不错了 大概算一下 要感谢主神的工作谁知道 Amen 真的 所以我们开始了 5月5号的 乐与崇拜 对象就是香港 这些驴马的 弟兄姐妹 我们的朋友 不过啊 我们的主持人也提醒我 提醒一下啊 如果当中你们有需要听广东话的 不一定是来自香港 可以来自Stay One也行 马六甲也行 OK 也可以参加这个 乐与的崇拜 8点半 这段时间啊 在哪里呢 在MPH 喝茶的那个地方 楼上不是这里 楼上 楼梯上去就是了 哪一边的楼梯不是这里 8点半 到10点 8点半到10点 好吗 弟兄姐妹 啊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你认识的那些 讲广东话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 在我们PJ 这个8点 这一大地方呢 乐与崇拜 几乎已经是 根本看不到 除了一些 精心的教 精心会 还保留一些 乐与崇拜 几乎 乐与崇拜都消失了 都没有了 因为 讲广东话 讲业语的 牧师 不是死了 就是退休了 几乎 要绝种了 没有了 以前我们威力工会 还有一个广东英 威力工会 对不对 这个广东英 名不服事 因为呢 虽然广东英 但是他不讲广东话的 因为不同的领导层 就不同嘛 不会讲广东话 虽然那个名字还保留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施工的需要 阿们 弟兄姐妹 真的 好不好 我们求主 大大祝福这个工作 让美加堂 为这个施工 重新的来出发 向这些讲广东话的朋友们 来传福音 甚至也包括那些 那些粤语的 讲粤语的信徒们 来栽培他们 阿们 阿们 OK 5月5号 8点半 8点半 那另外一个报告我要回应的就是 这个 植青营 什么叫植青营 这个 在美加堂你看一下 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刚才站在台上的 这一班弟兄姐妹 还有很多的 这段年纪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美加堂 我们早期的美加堂 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蛮 蛮所谓的职青 工作的青年 职青嘛 职业青年 后来他们长大了 结婚了 生孩子了 那就不再职青了 但是今天他们继续留在美加堂 对教会有贡献 就是我们当天 所推动的这个职青的事工 working adult的事工 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他们投入许许多多的资源 能力财力各方面 再陪他们 今天教会的领袖 大部分都是当年的职青 如果没有当年的职青 也没有今天的领袖 Amen 那么还有将来的领袖 又怎么样呢 老的一辈会过去了 所以一带传一带的 美加堂的特色在哪里 如果你稍微注意这个教会 我们传承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几乎没有多少间教会 多少间教会有 这个我们叫todler ministry 叫什么todler 这个婴儿的施工 没有 你一出世就可以参加主日学 一出世 所以你看到这个在传承当中 教会能够做紧这个脉络 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从你出世你的宝宝 他就可以参加主日学 一直到热灵团区都有 所以你不必担心 这种姐妹你看 一带传一带的 那职青这一带的就是 让我们看到教会将来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咱们当中 所以这一次的职青营 7月到12 职青营 应该是7月吧 12到10多 我也忘记了 总的原则 7到9 对不对 理事之亲 热灵 你看他就是一个 当年大专身 就有很好的 刚才站在这里 做my team network的报告 对方姐妹支持他一下 不然他也是蛮挫折的 因为 去down路好不好 我们的同工 热心 真的 为这个工作 劳心劳力 感谢主神为我们准备 他就是当年的大专身 对不对 现在就职青了 那以后就 以后才讲了 他就侍奉主啊 就是当年的栽培 所以一带一带传下去 很棒 对方姐妹 等一下去download 好不好 my team network 我们叫社区的这个网站 非常棒 所以7月 大家 记得有这样的一个 知青营 18岁到35岁 工作的青年 这些人 我们为他们准备 一个营会 你们的讲员 这个都是很棒的讲员 刘牧师 师母 藤辉 还有我们的这个历劫 四个讲员 为着你们在职场当中 找到上帝为你们准备的方向 所谓的方向就是 在职场里头 如何经验神的带领 如何在职场里头为主做见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这一段年级的 18到35岁 记得 尽快报名 好不好 尽快报名 神 会达他的祝福你 Amen Amen 同志们 看教会就是这样子 他也不是一个什么 很复杂的组织 你不要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组织 当然教会需要组织 但是教会更是一个什么地方 改变生命的地方 这好像你的家庭一样 家庭跟教会同样的功能 上帝设立家庭 上帝设立教会 做什么 改变生命 当然有屋子 有房子 有这个空间 很美丽的教堂 还有你的家也是很漂亮 但是家跟教会 它不是单单看建筑物 Building It's not a building only 虽然它需要Building 不然下雨怎么办 遇到打风怎么办 像Dubai这样子 弟兄姐妹 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团契的地方 家人的团契 还有弟兄姐妹的团契 在当中神改变我们的生命 美教堂到今天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我们一起打拼的 当年 一起打拼的这个教会 回想一下 真的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 可以有很多的见证 这些见证都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 阿们 不然的话 有谁可以改变生命 你以为我讲几句话就行了吗 或者上一些课程就可以了吗 神可以透过这一些 弟兄姐妹 神透过这些改变你的生命 所以这个改变生命的早餐 不是早餐的问题 是在早餐当中 有耶稣的同在 刚才恩赐只是为我们读的经文 就是耶稣在当中 跟门徒一起用早餐嘛 所以以后你用早餐 午餐晚餐 一定要请耶稣在当中 阿们 不要自己吃就算了 那个是吃饱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的 那等一下我们用这段圣经 可以分享很重要的一些 一些信仰的 一些看见 一些体验 神怎么样 在耶稣基督里头 怎么样透过一个早餐 改变了彼得的生命 还有其他的门徒 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经验 所以巴不得 每家堂 比如说早上的崇拜 真的好像早餐一样 那等一下真的要早餐吃的 真的有早餐 我们的李祖国主席 也准备了一些早餐 对吗 插袖包还是什么 我们李祖国 知识很棒 准备了一些糕点 你们记得 支持一下 这个早餐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 等一下吃的早餐 更重要的就是 这个时间 东姐妹在这里敬拜 你有没有经验到 主跟你说话呢 有没有听到耶稣说 某某人 你要做一些改变 可能 可能有一些地方 神要我们改变 可许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每一次的崇拜 神都透过 他自己的话 提醒我们 阿们 这个字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 所以今天早上 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改变生命的早餐 经文是来自 约翰福音 21章12到17节 在这里 提醒一下 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 对吗 什么日期 那天复活节 是什么日期 还随机的 有随机的 3月31号 很棒 3月31号 今天多少号 4月21号 大概多久 三个礼拜 如果以今天日子来算 当年耶稣基督复活的之后 到今天21天 但是你看到圣经讲 耶稣复活之后 他没有马上 我们所谓的升天 回到天父那边去 他留在世上多少天 40天 意思说 如果以今天的日子来算 以前今天 主耶稣还留在世上 还没有升天 他复活 算40天之后 他才升天 兄弟妹 难道你会觉得 耶稣你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好逗留的 这个世上给你很多痛苦 赶快 赶快走 赶快回到天父上帝那边去 享受荣华富贵 你在世上已经很辛苦了 33年 够了 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赶快回去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你那么喜欢这个地上 这个是一个问题 问一下 如果你读这段圣经 你可以思想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 耶稣复活之后 啪就飞上去 没有 为什么没有 40天才去 回去天父那边去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这个问题 最近我在看一些小红树 这很有趣 小红树 我们中国的朋友 可以告诉你很多 这些 这些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朋友 他就在小红树里面 给我一个感觉 他们蛮喜欢马来西亚的 对不对 丁啊 喜欢吗 哈林 罗宾又来了 你看 他回去又来了 如果马来西亚不喜欢 他拿来干嘛 一吃就够了 回去就酸了 对不对 他来一个地方 他不想走 当然有不同的原因 你可以看到 能够爱一个地方 留恋一个地方 当然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你不喜欢一个地方 也有客观的因素 也有的 也有所谓的 提出一些 比较消极的看法 也有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地点 你觉得耶稣 对这个世上 会有很积极的看法吗 把他钉在十字架的 你想 越早离开越好 但是他竟然还留四十天 不是四天 四十天 做什么 圣经没讲 就是说 他在这里都留了 但是你把圣经里面 一些资料 赶紧耶稣 在四十天里面所做的 给他归纳一下 你发觉到 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还没做完 这个很关键 他留下来 因为有工作还没做完 你看到刚才我们所背的圣经吗 刚才我们背什么 听不懂 刚才背得很好 现在可以背吗 理解 没关系 不要觉得 不好意思 因为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 OK 刚才可以 现在不一定可以 十万名做什么 做门徒 然后把福音传遍什么 天下 他要把这个工作 进一步地交代 这一般门徒 这是我的观察 圣经没讲 但是你要问 为什么他会留在四上四十天 你一定要问 圣经 要认识圣经 首先你要问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你不一定得到很满意的答案 但是这个问题 可以让你进入经文当中 要我们做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 再归纳所有的 因为他每一次出现 都在这一班门徒的当中 你有没有注意到 四十天里头 有十多次的时间 他都向门徒来显现 显现 manifest 英文是manifestation 显现 显现干什么 吩咐他们做什么 吩咐他们做什么 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 你就可以看到 也证明了我所讲 他非常关心彼得 因为对于耶稣来讲 彼得是一个很难得的 一个门徒 但是 彼得曾经不认耶稣 什么叫不认耶稣 耶稣被钉十字架 被人家坐去钉十字架的时候 人家说 认识这个人吗 彼得说我不认识 哇你看 这个那么伤感 对于耶稣基督来讲 跟随他三年的一个门徒 也是大弟子 最大的一个弟子 最重要的一位门徒 竟然在这关键的时刻 我不认识你 为了自己保命 不然的话他也很危险 三次 不是一次 所以在这里你看 不但是对其他门徒 特别 特别是在彼得的身上 耶稣要把重大的使命 交到给他 也可能这么说 我说可能 其实 在整个四十千当中 耶稣基督一直都在 观察彼得的行动 耶稣很爱这个门徒 虽然 他不容易处理 叫这里人 爱你的孩子 但是其中一个孩子 是很麻烦的 但是你特别爱他 你要帮助他 对不对 你要改变他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不简单 他可以 做很好的工作 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的话 通常我们可以这么想 耶稣在中门徒当中 特别是彼得 他非常的关注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 耶稣跟彼得的 这个所谓的interaction 互动是怎么样的 在这段圣经里面 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 他向门徒 圣经说 这是第三次 复活之后 耶稣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特别著名第三次 这个次数不重要 重要就是 这段时间 在这个早餐里面 耶稣要改变彼得的生命 兄姐妹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 4月21号 现在是9点多 9点25分 你们吃了早餐没有到底 吃了还是没吃 今天很多人没吃早餐的 佩服得不得了 不吃早餐也行的 今天人 等一下记得吃一点 不然的话你血糖不够 这很危险 会晕倒 凭血 就在这个早餐 你看 耶稣的整个与彼得的互动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可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 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耶稣选了一个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一种的状况 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兄姐妹 今天神就在当中 要改变你的生命 不一定 现在有早餐在你的手上 等一下才有 但是 神要把生命的粮 吃给我们 Amen 千万不要打瞌睡 你要download 卖地network 卖地什么 等一下才去 现在不要倒入 专心 看看神要对你说什么 这段圣经 我们可以问 同样的可以问 三个问题 这段圣经 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 耶稣跟他们用早餐的时候 是用饼 还有鱼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 彼得和门徒 重操旧业 过去去打鱼的 现在他又再回去打鱼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 跟门徒 跟彼得 用这个早餐 是选在早上 还有 在 加利利的湖边 有去过以色列吗 兄姐妹 我们 美加堂 曾经 两次组团 去圣地 旅行 今天我们的 我们的 陈爱人不在 他负责这个施工的 包括我们有第三次 2007年 第一次 2017年 第二次 会负第三次 是2027年 不知道 十年 十年 下一次 会负十年 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下 弟兄姐妹 真的 不是说去朝圣 那么神圣 就是你去一下 当年耶稣走过的地方 他生活的地方 特别这个湖 叫 加利利湖 加利利 The Sea of Galilee 那个地方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有很多有关于耶稣 跟门徒的互动 都发生在加利利湖边 甚至在加利利湖上 湖中发生的 这一次 你看同样的 耶稣跟门徒显现 跟他们一起用早餐 不是在餐厅里面 不是在麦当劳 也不是在KFC 他们吃的东西 也不是big breakfast 你知道外国人最喜欢 我准备要去 在英国准备 第一餐 我的请假 一定请我吃 big breakfast 因为它是最好的 breakfast 不像马来西亚 有饮茶 它有 但是非常贵 所以 这个big breakfast 我的孙子 查理 他跟我讲 他说 公公 I bring you to big breakfast 我说 Is there anything better than that 其实我也要求比较高 英国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 拜托 big breakfast 已经很丰盛的早餐了 你还要求什么 感谢主 那是英国 不是马来西亚 你们早餐也没有吃big breakfast 没有啦 这是什么好吃 面包 sauce beens 还有 什么 还是brown 这些东西 Anyway 你在英国就觉得好吃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吃 所以那个是很好吃的 OK 那兄姐妹 你看 在这里 耶稣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耶稣 像复活 耶稣复活 之后跟门徒显现 他就是跟 他用早餐 但是我的问题 就是你可以看 这个早餐 真是也没有什么特别 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 看看神的话语怎么讲 那兄姐妹一起读一下 好吗 来 一二三 耶稣说 你们来吃早餐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拿来饼和鱼给他们 耶稣从十里复活以后 向门徒显现 这是第三次 耶稣见到他们 开口跟他们说 我们吃早餐 他是蛮Chinese的 耶稣 很像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见面的时候 你吃饱没有啊 如果你在外国 你觉得很奇怪 男人有business 我吃饱不吃饱 关你什么事 通常外国人讲的什么 嘿 What's up How are you 中国人就不一样 你吃了没有啊 其实我告诉大家 喝水比吃更重要 对不对 你不吃 你喝水 你不喝水会死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人家 你喝水有没有啊 有没有 神经病啊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问的 我们说你吃饱没有 每一次见到 嘿 吃饱没有 你吃饱没有 跟没有吃饱 其实 对他来讲是 因为这是礼貌的文化 他不会因为你说 哦还没吃啊 那赶快去吃没有 他假装听不到 他只是问罢了 你不要觉得 我没了 中国人就是很有礼貌 但是这个礼貌背后是 不要太期待太大 不要期待太大 OK 所以你看 耶稣帮啊 very Chinese 你们来吃早餐 也是说 你们一定没有吃 等一下你读下去 经文就看到 你们有没有吃的啊 也是说 你们吃了没有啊 来来 我们一起用早餐 你看 就耶稣基督 他第一句话讲是什么 吃 那如果你说 耶稣要生气啊 是很有道理生气的 为什么 这般叫 我钉十字架 全部跑掉 跑 甚至约翰一个人 在十字架上面 彼得啊 拿大耶 他们这样多嘛 全部跑掉 怕死 怕被捉 被罗马兵定 或者犹太人 捉拿他们 他们都跑掉 还否认耶稣啊 彼得 既然现在耶稣见他们啊 你看他们怕不怕 所以 你再读下去 圣经讲什么 他们认的是耶稣 但是不敢讲是主 为什么 我相信他们怕 耶稣骂他们 你们这般人 没有良心 我当天怎么样 对你们 你们竟然要否认我 竟然要逃避我 竟然不相信我 哇 你看耶稣可以 一大堆理由骂他们 那这样像我们做父母 孩子回家 哎 怎么样 成绩考得怎么样 哇 就考得不是太好 一直在骂 骂 有没有 我们要小心 有时候用 亲子的互动 不要骂太多 可以 可以有时候 责备的话 是难免的 但是 亲子关系 基本的一个要素 就是 不要一开口 就骂孩子 对不对 我们上一代 我们父母 很喜欢骂孩子 这一代的父母 有进步 有改善 不是 怎么讲 随便骂孩子 这个是好 这个好 因为 责备本身 不会带来改变的 阿们 你相信吗 他一直在骂 一直在趁着打 你觉得他可以带来改变吗 你看耶稣 他没有 他就是 你们吃早餐没有啊 你们来吃早餐好不好 这一个关系 这一份的关系 就被建造起来 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 充满爱 关怀 问人家吃 没有 来 我们一起来吃 它是一种关怀来的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对吗 关怀 关心 耶稣没有破口大骂他们 所以你们来吃早餐 好 很简单的早餐 我也在想 为什么 耶稣复活了嘛 对吗 他可以来吃 至少 bake breakfast也好啊 怎么整整吃饼和鱼呢 你知道这个饼和鱼 也不是什么好鱼 还有饼 因为犹太人 他们这些继承人士 吃的饼和鱼是 很普通的鱼和饼来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很简陋的早餐 我们随便吃个早餐 都比它好 我们吃 还有家里 还有爹打力 你看我 什么都没有 就是饼和鱼 很简陋的 饼和鱼 你知道耶稣为什么 用饼和鱼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耶稣要 山珍海味也行 因为他是复活的主 马里马里 什么东西可以出来的 螃蟹也可以 什么鸡肉都可以 但是耶稣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选 这么这么 这么简陋的早餐 饼和鱼 这里也没讲 多少饼多少 鱼都没讲 听众姐妹 你知道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吗 耶稣有目的 还记得当天 这一班闻徒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什么神迹 五饼 二鱼的神迹 当天 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这班人都在当中 还帮耶稣做什么 分那个饼 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怎么可以给五千人吃饱 圣经里面 这是个大神迹 而且这班闻徒是 亲身见证着神迹的这班人 耶稣要他们想起来 其实整段的经文 约翰福音21章 耶稣所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要他们想起当天 提醒他们 这个很棒 这是耶稣的教育方式 教育和教育 很棒 提醒 记得 过去是怎么发生的 不要忘记 提醒 提醒 这一次也是提醒 丙和于提醒他们当天 神在当中 透过耶稣基督 行出这个神迹 这个神迹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五饼二鱼 五个饼两条鱼 让五千人 五千人只是男人罢了 父女还没有酸 小孩子还没有酸 他们吃饱 五个饼两条鱼 变成这么多的食物 每个人都可以吃饱 还可以什么 打饱 十二男子的碎饼和碎鸡 让他们打饱回去 那你看耶稣要提醒 提醒门徒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 不要忘记的 当天 这个神迹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做父母也好 在教会 其实崇拜 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提醒 阿们 是不是 我没有饼 我没有鱼 这个不重要 那个是象征了什么 象征了一个很重要的 属灵功课 我们属灵的生命 主在我们当中的生命 我们需要时常被提醒 有主在我们当中 相信吗 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自己都很 怎么讲 记性很好 明天开始礼拜一 星期一 哇 忙得不得了 耶稣是谁 都忘记了 有问题的时候 也忘记祷告了 有需要的时候 也不知道 其实耶稣也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忘了 我们都忘了 因为太忙了 发生了很多事情 家里面的 外面的 职场的 等等一大堆事情 我们都忘了 有没有 我希望我们不会忘记 时时刻刻都知道 这好像耶稣跟门徒一样 都在他们当中 所以有问题 有挣扎 在生命当中 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阿们 主啊 给我平安 我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 考验 我快要生气了 我快要打人了 我要什么 我是老板 我要骂人了 主啊 帮助我 就想到主耶稣就在你的身边 好不好 像现在彼得 他们在很惧怕的当中 耶稣在他们身边 还跟他们一起吃早餐 很棒 第二件事情 我们问什么问题 刚才我也讲了 彼得为什么要回去打鱼 top down 在一个side 其实我们看到彼得 真的是 可以说是很失望 他很失望 他也很迷茫 很失落 快看圣经怎么讲 怎么形容彼得 来 一起读好不好 来 一二三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们也和你们同去 他们就出去 上了船 那也没有打坐什么 那简单的一节圣经 简单的一节圣经 西门回去打鱼 然后也叫其他人一起去 那你看到彼得 他的确是一位领袖来的 他叫人去 他其他人也跟着去 傻傻地跟着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去 哎呦 你跟圣经讲的 我们也和你们同去 所以彼得他 他本身是有领袖 所以你跟耶稣 为什么那么看重他 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 他可以领导教会 他真的以后 你看 他改变以后 他真的做了很大的工作 耶稣没错的 耶稣选择他 没错 你知道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礼拜堂是在哪里吗 有没有去过罗马 当年你如果请我们去罗马 包吃包住包飞机票 要不要再包一下 我们去罗马 还见到交往 远远的 遥望交中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礼拜堂在哪里吗 圣彼得大教堂 就是当年的彼得 这个去打鱼的彼得 现在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间教堂 在梵蒂冈 世界最大的礼拜堂 有机会啊 你到梵蒂冈去 一定要参观这间礼拜堂 世界最大 圣彼得的大教堂 一个小小的渔夫 有一天竟然有一间教堂 来纪念他的名字 神奇嘛 其实在背后你可以看到 上帝要用他 所以不要轻看自己 可能我们当中都好像彼得一样 觉得不行 我不可以做 我是打鱼的 像彼得 但是有一天神要用你 有谁可以阻挡 耶稣知道彼得是一个领袖 他真的是领袖 你看这些圣经很明显 大家就跟着去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 凡是讲到使徒 十个使徒的名字 你读一下 至少有四段圣经 都提到使徒的名字 哇 什么拉丹叶 什么多嘛 彼得的名字永远排在第一的 你去看 No.1 他是带过来的 大哥 别人要听他的 这个人 耶稣要用他 所以我相信 耶稣留在世上四十天 其中 我说其中 一个很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改变彼得 因为他要用彼得 好 你再看 为什么彼得从草旧业 就回去打鱼 就很简单 其实想想 也不太难明白 因为他已经很失望 他可以做什么 本来跟耶稣 以为可以 飞黄腾达 你看我们的耶稣 很棒 无饼二义的神迹 还有 这个赶一兵赶鬼 很多人听他讲到 我做他的跟班 很了不起 有吗 彼得我想 他的心中会觉得 我更对人 我要跟耶稣一生 这样的一个 这么受众人欢迎的 一位主耶稣 我跟着他 以后如果他做王帝的时候 我可以左臣或者右相 他的期待是这样 所以难怪他说 主啊 我一生要跟随你 众人离开你 我也不离开你 讲罢了 真的 最后就离开主 耶稣是知道的 耶稣曾经说过他 你会跌倒的 他都不相信 我怎么会跌倒 我不会跌倒 你看 有信心是好 这种姐妹 有时候不要太过自信 信心是好的 但是不要觉得 我行 圣经讲了 不要看自己 过于所应当看 不管你的 你的智力有多高 不管你的学位有多好 不管你有多富有 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 你可能 我说可能会跌倒 因为耶稣说 你们会跌倒 没有人相信 彼得不相信 我不会跌倒 他真的跌倒 为什么 耶稣被定时就这样 什么希望都没有 我跟随这位耶稣 什么希望都没有 人都死了 还有什么希望 耶稣复活之后 他也不太相信 你没有读圣经 他不相信 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去打鱼 完了 完蛋 他跌倒 所以现在 这一段时刻 他会去打鱼 我相信他的心情 是非常非常的沮丧 你想他也是一个 有情绪的人 彼得虽然他的名字 Peter Betras 就是石头的意思 你叫石头 石头是什么的 怎么样的 很硬的 对吗 很硬 很刚强 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种人 石头不是鸡蛋 石头 但是 要软弱起来的话 石头也会软弱的 特别遇到危险的时候 特别遇到困难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做牧师做了四十多年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曾经也跌倒 我不是说 信徒 只有信徒会跌倒 我做牧师也会跌倒 因为 主耶稣都已经说 你们会跌倒 不管是谁 意思就是提醒 我们不要过于置信 所以保罗也讲得很好 保罗说 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 什么要站立得稳 觉得自己很稳 今天很多西游徒 哎呀 这个人 怎么会跌倒 牧师 你看 他 怎么样 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什么 backslider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backslider 就是 就跌倒了 他应该 是做错了什么事 所以就 又不来教会 又不读经 又不祷告 又不参加小组 这个很多 不不不不不 这个人 不爱主 那牧师说 那你会不会这样子 我不会 我哪里会像他这样 我 不会的 牧师你担心 不是你担心 你不必担心 我不会像他的 我经常遇到这种会友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当然我也没有 当面责备他 有一次我在温柚 其实也蛮多吃的 我很喜欢跟师母到温柚 师母没有去 我自己也去 因为那个是我散步的地方 你知道温柚 万大三长 我经常看到会友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见我 你去温柚 明天就好了 礼拜一 就在那边 牧师吃了没 我一定说没有吃的 那你就不要 假装听不到 不然那你就不要 问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再遇到一个会友 我远远看到他 他忽然间我不见了 我知道他在闪我 我也不要说他了 我就 但是后来我就 他藏在一个角落 他头伸出来 你要尝就不要把头伸出来了 拜托 我扔得你的头 所以我来 叫他 他就假装 不是 怎么 这里遇到你 很好 什么什么 我说为什么你要尝起来 我就当面问他 结果这个人很不好意思 他说不是 我怕你骂我 为什么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教会了 我是吗 我假装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他很久没有来教会 你不要 我们说看破 不说破 对不对 中国人讲 你很久没有来教会 我没有注意到 那没关系 你就再回来教会 牧师你为什么没有骂我 我为什么要骂你呢 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 我怎么骂你 不然教会一定有你原因 他就很舒服了 那不是我们去喝Starbuck好不好 好 那就去喝Starbuck Starbuck也不便宜 OK 那喝Starbuck我也叫了一个 Croissant 不能说太便宜了 因为Starbuck要叫一个Croissant 才显得他请我的真诚 对不对 我们就谈了很多 其实我要讲的很简单 你们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 别人会跌倒 自己不会跌倒 有一天反而自己跌倒 别人没有跌倒 所谓的跌倒的意思就是说 正经里面讲的 跌倒的意思是说 不再来教会 不再读经 不再祷告 不再参加小主意 也不奉献什么都不做 甚至不做侍奉神 没有在教会里面做什么 圣经里面提到很多这种例子 所以你看 彼得就是一个跌倒的人 为什么 他回去打鱼 因为他跌倒 他对耶稣失望了 今天我们也会 对我们的主失望的 你知道吗 特别有很多东西 我们得不到 我们家庭有问题 我们主啊 为什么帮助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有问题 主啊 为什么你不帮助我的事业 哇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都觉得耶稣没有帮助我一样 所以最后 算了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不再心考虑 我们有没有这种状况 弟兄姐妹 会不会这样子 会不会我们真的好像圣经讲的 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 总要谨慎 这是圣经提醒我们 当然 怎样谨慎 有很多方面 今天我没有时间讲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方法 不过不在这里讲 五月份的 每家甘全 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每家甘全 除了Mighty Network 还有一个每家甘全视频 每个礼拜三 每个星期三 十点钟是吗 出界 什么时候出界的 你说什么叫出界吗 像个人讲 出该 就可以在网络里面看到的 短短的视频 五月份时候 由我负责 五个星期三 五个星期三 由我负责 你去听一下 很短的 五分钟左右 一下子就听好了 那我就讲到 彼得 同样我是用彼得 如何建立自己 一个坚强的 属灵生活 其实 一月份的时候 如果再回去我们的视频 一月份的 每家甘全 每家甘全 我也同样用彼得 那是在一月份 也是五个星期三 所以这一次的 五月份 是连续一月份的 然后你去听一下 我相信对你有帮助的 因为彼得提醒了 我们一些很实际的 因为他自己经验过 他需要什么 才能够站立得稳 他自己需要什么 一个基督徒 怎么样才不会跌倒 他自己知道 因为他曾经跌倒过 所以在这里打个广告 每家甘全 一月份跟五月份 第三点 Brit stop down 我们看看PowerPoint 耶稣怎么样使彼得 反转过来 耶稣怎么样改变彼得 这个是很关键 也是来到经文的 这个最高潮的地方 耶稣怎么样使彼得 翻转过来 耶稣没有讲一篇大道理 好像今天我讲 讲一篇很长的道理 这个引经据典什么东西 没有 耶稣就问彼得很简单的问题 来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讲 好 你看 这段圣经 其实焦点就在这里 耶稣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生 你看 你爱我比这些更生 然后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OK 然后耶稣第二次再问 说什么呢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第二次又问同样的问题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你看看经文 问第二次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那耶稣说第三次 第三次再问 你爱我吗 如果你的老婆问你这样子 你爱我吗 爱啊 爱的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再问一次 你干什么 刚才你没有听到我说我爱你啊 你觉得很烦耶 耶稣说三次 那有人说 为什么三次 三次可能就是彼得三次 否认耶稣 那当然 是不是三次 耶稣问回他三次 我没有证据 显明给大家知道 是因为这个原因 彼得 不认耶稣三次 耶稣问他三次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答肯定 终点是 三 表示重复 看重 阿们 耶稣要彼得 认真的思考 那这里 这段圣经 还有一个问题 彼得说 你爱 耶稣问他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如果 这是一艘船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说 应该是 耶稣问彼得 你爱这些打鱼的器具 这个打鱼的鱼团 比我更深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些嘛 耶稣也没有讲什么 这些 到底这些是代表什么 有没有 你看到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 这些代表什么 你可能说 刚才讲的 这些打鱼的东西 是不是 我不大肯定 但是我觉得 更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 在我了解 耶稣对彼得的认识当中 也在我对彼得的认识当中 对这个个人 这个这个人 彼得认识当中 其实彼得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他自己 不是这艘渔船 这渔船算什么 有什么好爱的 一艘木船 彼得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耶稣也知道 他的自己是什么 他自己 就是自己自我 自信 自傲 这些都是他的弱点 彼得 爱自己 自己的需要 要满足自己 跟着耶稣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吗 你想他真的 那么伟大 要奉献一生跟随主吗 我想他也没有那么伟大 因为他想得到一些东西 在耶稣身上 现在没有了 失望了 都是他自我 欲望太强 自我 弟兄姐妹 我们要提醒一下 其实最大的敌人 不是你老公 也不是你老婆 同意吗 也不是你老板 也不是你的同事 也不是你的孩子 最大敌人是谁 你自己 承认吗 你说我没有 我是个好人 我最爱自己 没错你要爱自己 我没有说 耶稣也说 你要爱人如己 爱自己 爱自己不表示 你和我的性格 是让你成功的一个关键 没有 很多时候 就因为我自己的性格 让自己失败 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牢笼 你知道什么牢笼吗 Cave Cave 把我们捆绑起来 像彼得一样 所以你看 耶稣说 你爱我 比这些根深 这些是什么 我自己的了解 所以这个是 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兄姐妹在这里 看到 耶稣问他三次 重点是 耶稣要他 清楚地回答 将来的路 你要怎么跑 你要跟随我 所以在这里 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 你爱我 喂养我的羊 你看这个很简单 没有什么大道理的 今天弟兄姐妹 你说 主啊我爱你 有没有 我们打呱的时候 主啊我爱你 这些人也没有听到 耶稣跟你说 你要怎么爱我啊 好像你孩子跟你讲 爹地妈咪我爱你 有没有 哇你高兴得不得了 不过你再问他一句 你要怎么样 爱妈咪啊 他说 我帮妈咪洗碗 对啊 那就去洗吧 帮妈咪做这个 感谢主 你看 在这个 对话的当中 表达了 耶稣要把这个 重大的使命 交给彼得 往补天下传福音 彼得以后建立教会 悔改之后的彼得 在建立教会 建立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跟保罗一起 建立外邦的教会 一个普通的渔夫 竟然为主 做伟大的工作 你看到 这个人 能够走到这个阶段 因为他舍己 什么叫舍己 耶稣说 你要舍己 然后背十字架来跟从我 把自己舍掉 把自己放下 因为我们最大的障碍 是我们自己 阿们 你不把他放下 你怎么样可以 背十字架呢 所以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 耶稣说 若 如果你要的话 如果你要的话 你就要舍己 然后才可以背十字架 这是耶稣讲的 你不舍己 你没有办法背十字架 因为你太多 知我的东西 我要这个 我想这个 我希望得到这个 那你可能说 穆斯威 怎么样叫舍己 其实很简单 你看到耶稣讲的 你舍己的方式 透过牧羊我的羊群 你就可以舍己 因为你把终点放在别人身上 不是牧羊自己 是羊群 羊群 羊群代表什么 圣经里面讲的羊代表什么 不是真正的羊 圣经里面讲的羊 是代表人 耶稣用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比喻来讲 他的工作的对象 羊是当时巴拉斯坦 很常见的这个 虚目约里面的羊群 这个 这个关键点 也表达了耶稣来到世上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耶稣说我来的是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得生命 圣经讲是叫羊得生命 那些第一次读圣经的人 不是 为什么圣经说 耶稣来的时候 叫羊得生命 羊 耶稣是这么伟大 从天上来到世上 就叫羊 他需要这样子辛苦 其实羊 在圣经里面是指导人 有没有 明白吗 所以你看到 你爱耶稣吗 是的 彼得说 只要你知道我爱 耶稣接下来一句话 不单是讲爱 还有你牧羊我的羊 或者你喂养我的羊 牧羊跟喂养 几乎都是同教 像我们养育孩子一样 我们要喂养他 我们要牧羊 可能你要问的问题就是 有谁需要我们牧羊 对于彼得来说 要把福音传遍天下 建立教会 我们开始这个乐语崇拜 我再回应一下 其实也就是 回应的耶稣 你牧羊我的羊 就有很多香港来的羊 很贵的羊 这些羊讲广东话的 讲什么 我们讲华语 讲国语 普通话的羊 来自中国的一样 都是羊 我也是羊 只是我比较不同 因为我是牧羊人 所以圣经讲的 你知道牧师这个字 在原来希腊文里面 它就是牧羊人的意思 刘牧师他是一个牧羊人 我也是一个牧羊人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牧羊 你们就是羊 香港来的朋友是羊 中国来的 台湾来的 都是神的羊 所以你看到 就是喂养我的羊 所以兄姐妹 你的孩子是你的羊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看到 做父母的孩子 需要你牧羊的 他们是你的羊 老人家需要你牧羊的 直亲的弟兄姐妹 也需要别人牧羊 那些哥哥姐姐可以牧羊他们 那些年长的可以牧羊他们 什么叫牧羊 羊这凡是有需要 因为羊是最软弱的 最需要帮父子 所有动物当中 你没有知道 特别是这个 这个家里面那些 羊的猪没有那么重要 牛也没有那么麻烦 羊最麻烦 一下雨 羊就会生病 它很容易生病 羊是很容易走迷路的 阿们 所以有一首歌 叫迷路的羊 对不对 你看羊是代表的软弱的 特别我们 我们华人的成语里面 你看到 亡羊补饶 羊会跑掉 跑市赶快要修那个羊圈 不然的话 更多的羊会跑掉 为什么羊会跑掉 因为它很容易迷路 跑到出去不会回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叫 狮羊的比喻 一百只羊不见有一只 所以那个牧羊人去找 为什么不见 因为羊最容易迷路 羊最需要被照顾 你的孩子最需要被照顾 因为他不能够照顾自己 老人家也是一样 你做老师的 你的羊就是学生 阿们 阿们 你做老板的 你的羊就是你的员工 凡是那些需要你照顾的人 都是你的羊 明白了吗 都需要你帮助他们 都需要你各方面支援他们 你本身也需要别人的照顾 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你看彼得 耶稣把羊交给他 其实彼得也需要被照顾的 你看到圣经里面 以后保罗帮助彼得很多 其实在思想神学 我们想神学 这一块上面 保罗远远超过彼得 因为彼得没读过什么书的 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所以你看到 他们是彼此辅助的 彼得跟保罗 在初代教会里面 这两个使徒非常伟大 神都用他们 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来工作 主 祝福大家 弟兄姐妹 最后 这个生命被改变 彼得的生命 在一次早餐里面被改变 今天 你听到什么 可以present到前面 来 你们进进出出 已经好几次了 准备的 你们要唱我知道 感谢主 来 他们也是在牧养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在领唱 也是在牧养大家 你们有需要被带动 张礼神 阿们 所以教会里面任何一个 简单的动作 我们的赵大员 我们的什么工作 都是在牧养大家 帮助大家 耶稣今天问你 你爱我 比自己更深吗 你自己 你觉得 你要怎么样回答主耶稣呢 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到今天 祂也不断地问我们 一直在问我们 你爱我 比你自己更深 唯有 我们放下自己 放下 我们才可以 付识足